我發現還蠻多同學對資料庫不太熟 然後 尤其SECLE語法這個蠻重要 如果你以後要熟悉 資料庫的操作 SECLE這些相關的語法簡單的一定要會 新增資料 到資料這個是第一步 因為如果沒有資料新增不進去的話 那後面根本其他的不用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麼 把剛剛的Cursor01來做修改 那也許我在這邊再多一個資料 然後資料在P1上面多 增加一個資料 只要把它分開來好了 然後我一樣把這些Call過來 來做修改 這樣的話應該比較可以 不然的話剛剛的東西改掉就沒有了 如果當然你要重新命名又可能太亂了 乾脆把它放在這邊MEMBER 那MEMBER裡面的話也許我們直接拿什麼 拿之前的東西來改 那也許我改的東西 假設我拿什麼呢 前面的 第一階段來改好了 SECLE這邊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沒關係 Ctrl C會吧 Ctrl C之後的話 就把它Ctrl V拿來做修改 所以以後的話 這就是要範本 拿範本來修改 保證不會錯 對不對 因為 一定可以RUN的啦 所以你一定要先 有一個東西可以RUN 第二步要學會改 那改的話你要改什麼呢 一 可能這個DB名稱改叫 MEMBER好了 也許你改一個 MEMBER 然後 你的TABLE名稱也叫MEMBER好了 反正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啦 我想這里面 回去記得 盡量 找一些 其他的東西 Excel裡面的欄 你拿來改 如果你可以寫過去 讀出來 那恭喜你應該OK了 多做幾遍啦 那至於要做幾遍熟練呢 我想至少要做個五遍以上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跟你 就是反正 這種東西就技能 技能是什麼 我就比你熟啦 我就是熟 熟才叫技能 技能還不叫專業喔 技能只是會而已喔 OK 專業是說 他除了這些熟之外 還可以跟其他東西 變化來變化 也可以跟他的工作 其他的know how 可以連接 串接出一個新的東西來 不過這好像還不叫專業 要夠專業 可能還要更做很多事情 不過這些東西都還是 在需要累積經驗啦 好那第一個喔 這邊就改什麼 資料庫名稱 資料表名稱 OK沒問題吧 一層一層的 再來就是 資料庫資料表欄位 那我有幾個欄位呢 我有五個欄位 哪五個欄位呢 這五個 編號 姓名 有沒有啊 所以呢我們一個個把它加上去 編號 你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就是把原來 Lumber這個把它蓋過去 編號 然後Integer Primary Key 這邊特別注意喔 不要加什麼 AutoIncrement 因為我們是要自己填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第二個欄位是什麼 第二個欄位是姓名 所以你可以拿剛剛的電話來改就可以了 電話是什麼 這個 TL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一欄 在後面多一欄 豆點 拖拉 按Ctrl鍵 等於複製貼上 第三欄是什麼呢 第三欄是生日 那生日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拿這個生日 然後 可是問題生日 你如果用文字的話 其實也沒有不行啦 他填上去就是一個 文字而已啦 可是問題你將來這文字沒辦法計算 哪一天跟哪一天之間相差幾天 相差幾年 因為他不是一個Day Time 你可能要再轉型啦 不過也沒有 沒有不行啦 只是說 最好是改 改什麼 改日期時間 那日期時間會拼吧 Date Time Date Time 因為日期時間通常是一樣 按這個形態 每一種 都會有啦 你這個是 任何的資料庫 都會一模一樣的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 再一個什麼呢 後面兩個 再來就是 複製貼上 再一個是 什麼 反正就貼兩次 後面我記得好像是 血型 血型的話也是文字 然後再來手機 所以基本上呢 都是複製貼上 應該會吧 只要不要貼錯就好了 所以我發現程式要寫好 複製貼上也要很厲害 但是 大部分人 只會複製貼上 但是細節沒有注意到就完蛋了 所以 除了要 複製貼 貼完之後的話 再來怎麼樣 把底下的 insert into table 把這些呢 全部後面 先 insert一筆進來看看 那insert一筆的話 就從頭到尾 不過特別注意喔 貼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裡面的 形態 有沒有 是文字 的話 你就 需要在什麼 在前後 還有日期 前後需要加單以號 這個不用 這個是int 這個是int 不用 所以這個 前後加單以號 不過你想說 日期也要 那 數字你想說你加 其實 像這個int 其實加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他把它拿掉而已 他會把它拿掉 因為他裡面 等於是他自動幫你轉型啦 丟一個文字 他接收到了 他自動幫你把文字 自動轉成數字 再放在資料庫 OK 不過少數一些資料庫 沒那麼聰明的話 就會直接掛掉 跟你講 不行 有些時候還是會 看資料庫形態 不過我們精確一點 如果我們精確的話 就沒事了 OK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再來的話 剩下就很簡單了嘛 就execute他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執行 如果你把它執行過 沒有錯誤的話 那恭喜你 如果 有錯的話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在裡面的語法 其實以前 記得最早 那個 每天寫成 當工 就是 剛開始當工 最常遇到的錯誤 一定就卡在 這個seql語法 有的時候光卡 卡個半天 甚至卡一整天 都在檢查哪裡有錯 就 檢查不完了啦 所以 盡量還是在那個seql語法上面稍微注意一下 還有像什麼單引號有沒有加 加哪裡 這個可能很重要 如果實在不行 你先拿我的比對一下好了 執行一下看看 OK呢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如果不OK有沒有 那你就要檢查一下 看一下哪裡有錯呢 第10行 一定是這裡 一定是這邊有錯 那哪裡有錯呢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哪裡有錯 對嗎 你看 所以大家都還蠻細心的 有的時候你看喔 有沒有 沒改 就錯了 對不對 改完之後呢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會錯 都是錯那個小地方 而且你自己也可以找得出來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這裡我不行 我說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原來這裡有錯 其實都不是大錯 都是小錯誤啦 執行 恭喜你 過關 所以第1關過了之後呢 後面就簡單的啦 OK 讓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成功呢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browser 其實也不用 browser也OK啦 我們把那個 我P1裡面有建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這個 打開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 而且這個 Daytime就沒有問題了 一筆了 可是我今天要第2筆第3筆第4筆 怎麼做呢 所以接下來就是 再來就是要把這個什麼呢 跟幕幕底下 所以我一樣把這個 會員資料 下載放在這裡 然後呢 等一下就是要 跑一個 迴圈嘛 用open嘛 然後跑一個迴圈做什麼 一行一行的讀取 讀取進來之後 因為它有痘點 所以我可以用 切切切切 放給一個lis 這個lis裡面的話 有記錄這5個資料 所以我把這5個資料 放在我剛剛 insert into 裡面 然後讓它 Excue 換下一個 insert into Excue 直到最後 一筆為止 OK 不過特別之外 insert into 記得喔 因為它的編號是1 剛剛已經有個1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的時候 可以把這一筆delete delete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delete 比較快 OK 它就delete掉了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 Excue 直接打一個 delete from table 然後 直接它就幫你delete 不過你當然直接在這邊有一個delete 就先刪掉 不然的話 等一下回圈寫進去的會重複 不行 應該可以懂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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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